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天 今天是我们要讲的是那个 重吻啊 一个星期所讲过的股 你要看大局 看昨天的视频哦 看看马股 个板块 科技股能不能守 能持有嘛 这个是昨天的视频 这个看大局 板块 指数 油价 油的图 这些全部东西 我们分了两天 一个在 昨天星期六 一半在今天 本来是星期天 一个整个视频 所以我分了两 分了一半一半 所以可以讲多一点 可以仔细的讲一点 如果此次放星期天 太多东西讲 讲不完 然后我也不要那个视频太长 很多东西要述短来讲 现在分了两个 就比较容易 记得 要看昨天的视频 你才懂 下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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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哪里 哪里比较顺 哪里没有这样顺 我们要顺风 不要去 不要往 那个 狂风雨去 创去那个 狂风雨那边 我们要去看景天 ok 看一看 勉救声明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还没有开始之前 希望花五秒钟的时间 记得点赞 点阅 ok 如果你没有点阅我的视频 我有放心视频 你就没有得到那个讯号了 ok 还有记得要跟我赞那个like 还有记得要分享给你的朋友 ok 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分享 分享 分享去你的 asset group 你的telegram group ok wechat group 什么 很多group 现在 ok 炒股group ok ok 记得中午要看 Facebook Trading with KS 中午有什么好料 我就会放在那边 Twitter跟Facebook是一样的 有些人比较喜欢看Twitter ok so 有什么好料 有什么好新闻 有什么好料 有什么好股 我就会放在那边先 然后晚上我们才会讨论 ok 记得要 点赞 点阅 和分享 ok 还有就是这个 记得如果你们没有收到讯息 很多人讲没有收到那个讯号 ok 通知 通知 当我有新视频 这边会走通知出来 对吗 所以很多人没有收到 ok 因为有时那个Facebook 那个YouTube 他会改掉这个 这个 这个小叮当 改记 Personalize 有时Personalize 太多视频出来 他会选某些 他会给 他会给 通知 他是不会给通知 ok 给讯号 所以最好 你要 帮我放 你要按这个黑色 all 全部 ok 手机电话也是可以 这个网站也是可以 你要按all 你按all 我每次上载 他都会有弹出来 ok 如果你没有按all 黑色这个 有时有 有时没有的 要记得 ok 记得看看昨天的视频 so 现在我们要 看一看 ok 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 股 Maybach logistic 哎 logistic Maybach ok Maybach 在通到底慢慢反弹 慢慢上 继续手了 慢慢上继续手 还有Frid Frid 也是刚刚要回去 这个0.79 我讲 看0.79 0.79 现在他刚刚想突破0.79 手在0.79 上面还ok 继续手 0.74是直纯 ok stop loss so看来这个已经回到去通到底了 但没有什么不是很强了 Maybach比较强 这个没有这样强 看来他有dividend来了 看来还有机会上 dividend 28号 ok 28号有dividend 看来有机会上了 如果他这个啊 这边这个earning啊 赚钱啊 啊 12月 12月初啊 在这边赚钱的 这个应该是继续上 如果他可以亏钱呢 这边有可能会跌下来 ok 这个是通道是这样的 通道的道理是这样的 你记得通道的道理了 赚钱上 赚 赚 赚钱上 然后上了一阵子 他会跌回下来 ok 然后等下一个季度 下一个季度 如果是亏钱他就跌 如果下一个季度赚钱 他就去上 这个就是通道的道理了 通道就给我们看到 啊 怎么样去玩这个 啊 啊 啊 利润 他的 他的 啊 不是 他的报告 也是最安全 对我来讲 ok 我所用的方法 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 啊 ok 还有 SCG SCG Industry 工业 诶 诶 这个是 SCG souten cable SCG 啊 SCG 他拿到那个 那个赫月啊 那个 啊 啊 啊 什么啊 啊 卖那个 cable 啊 供应那个 cable 给DM啊 那个 optic cable啊 那个光线啊 ok 拿到那个赫月啊 so 拿到了是没有人去炒他 没有人去炒他 so 要被 如果他有动力推 要冲的话呢 他要突破这个0.45 ok so如果他没有突破0.45 看来是 market是没有要 没有人要推他了 没有人要炒他了 可能他的order不够大了 0.45 看0.45 暂时 Can1 Can1已经冲到顶了 等他跌回通到底再玩啊 3.15 左右 买通到底卖通到顶啊 Can1已经冲了 CMSP 很多人要知道CMSP 这个啊 啊 政治概念股啊 so CMSP你看我们画的图啊 这个 这个CMSP啊 这个1.415 是很重要啊 为什么很重要呢 你看啊 它是很重要啊 这个这个位置啊 是交叉 我们这个大通道 ok 的底 这个小通道 的顶 ok 还有这条 支撑线 so你看啊 这个这样大的交叉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的 是个很大很大的压力 你看他来到这个压力发生的模式 看到尾巴在上面推倒下来了 ok 这个是图我们所看到的危险 机会和危险啊 现在我们看到危险在这边 你看啊 过不了掉下来 ok so怎么样知道机会呢 ok 现在我们看到危险了 怎么样看到机会 啊 我们看图就是要看什么 看到机会 看到危险 看到 情绪 对吗 上升局势 下跌局势嘛 下跌局势就是不好的景气 上升局势好景气嘛 对吧 还有看到历史嘛 你历史越长 就越好 为什么历史重演嘛 对吗 ok so 现在机会在哪里 机会如果他能突破1.415 撑在1.415上面 ok 这个就是机会 证明这个很大的压力 他已经突破了 ok 这个交叉 ok 这个交叉 ok 他已经突破了 ok so 那个就是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多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啊 还有还有冲力 动力那些还可以看到吧 但是最重要你要知道是这样东西 ok 有机会就有动力了 啊 MSM 所以MSM继续守了 突破了 ok 突破了通道 慢慢的上上到1.7 RSI 有点背离要小心一点 如果要take profit一点 也可以 可能他会跌一下 调整再来再上 应该他要调整了 因为他有RSI 有背离 背离通常他会调整一轮 ok 如果要take profit先 也可以 如果take profit暂时守了几天 看他能突破1.7 没有 他能突破1.7 就看2.0 ok 如果他不能突破可能他会 他会调整一阵子 没有RSI有背离 啊 Sight P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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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机会拿那个LCC的project 那个能源 啊 那个 Telecom 现在他要改 以前他是用那个炭煤炭来 来啊 啊 来啊 什么发电 他有煤炭他有hydro 有hydro 有用水 对吗 还有水不够他就用煤炭 所以现在他要改去全部用那个 啊 太阳能 太阳能就是这个什么 韩宝的 韩宝的那个 能量啦 啊 太阳能 谁有机会拿的 那天我们有讲哦 啊 你你不要忘记 啊 不要忘记掉那天我们有讲啊 谁有机会拿的 啊 Solar啊 Solar Solar West Sermayden Perkat Osma 还有Sight Park Sight Park也是有啊 没有讲到Sight Park 啊 所以这几个啦 有机会 做能量 啊 啊 那政府哪呢 政府的 政府的那个 环保 喔 环保啊 的Project啦 啊 环保的那个能量Project OK 所以这个呢 啊 Sight Park OK Sight Park 撈底这边 撈一点点 继续手啦 这边有一点反弹 OK 上了下来又跌回下来 有反弹 这个啊 证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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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 OK 这个主力变了支撑现在啊 9.98 所以啊 止损0.915啦 一样啦 OK 继续的手啦 看来他应该是有机会慢慢上 慢慢上了 两发 两发星期星期五讲的 两发星期五就是讲两发啦 两发 啊 集中在两发那边 所以你要看两发 看星期五啊 啊 两发 PayStack OK PayStack突破了啊 突破了这个压力啊 OK 这边有一条 趋势线 OK 所以现在他跌破了上回来 就是压力 OK 他突破了 看来有机会 OK 1.0 突破了1.0 现在他 他冲上来了 你看啊 这条趋势线啊 我们画到这个趋势线啊 OK 记得嘛 现在是主力 突破了 变了支撑 你看他跌回来 他尾巴在哪里 现在要推他上去了 这个变了主力 OK 他能守在这条主力线 上面 啊 这条支撑 OK sorry啊 主力变了支撑 OK 他能守在这个支撑上面 应该可以慢慢上1.6 1.2 1.16 1.27 1.38 应该有机会 OK 继续守 KGB KGB KGB那天已经收钱了了 现在是 可能 要等他下一轮 下一轮的炒 OK KGB那天已经收钱了 这边 OK 从这边啊 我们讲这边突破对吗 这边到到顶 OK KGB怎么样玩呢 这边赚了吗 赚了28%了 OK 跌回来 现在 现在呢 他他手在这个啊 顶上面可能还要再冲啊 啊 OK 这个是支撑啊 这个是以前最高峰啊 所以他突破了 压力吗 在这边是压力 OK 主力 突破了回来是支撑 所以现在已经这边已经跟我们讲 他已经有支撑了 看来Market还要推他上 OK 所以这个怎么样玩 你这边赚了钱对吗 OK 一部分赚了的钱 放在这边 给他再生 看他能不能再生孩子 OK 如果他跌回上来 亏的不是你 你自己的钱 亏的是人家的钱 如果现在你要进去塞浪 就有危险一点 因为他已经突破最高峰 这边是 1.32到1.5是蛮危险 有点危险 这边呢就比较安全 慢慢的上 这边呢 可能他会冲上去 可能他一下子会冲下来 就比较危险 所以这边呢最好是赚了钱 那么 钱升钱 如果你现在进要追的呢 有危险 为什么不是很好 为什么不是很好追 因为这边啊 去这个target OK 才是许多巴仙 这边 这边来这边 6巴仙 这边跌下来止损 6巴仙 五色五色 我是不bock的咯 所以我的target 要有乘2 我的止损乘1 我输1 我赢2 我才进场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 可能还有机会 如果你赚了钱 可以试试啊 可以试试 可能还 1505可能还会上 我们不知道 OK 现在这边是比较风险高啊 风险高 要玩这边 OK 风险高一点 东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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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2.5这边这边开始 开始讲咯 OK 这边到这边 OK Alexi有一点倍率啊 没有没有没有在创新最高峰 可能会调整 所以你要take profit也可以 如果你要你不要take profit 你能收 OK 这边有13的巴仙咯 所以你要收的话呢 可能你要你要 你要能忍咯 他可能会跌下来一阵子 再上回去 OK 应该3.16应该有机会了 3.16应该有机会吧 他现在可能会调整 因为Alexi有背离 通常咯 很多人 几时take profit咯 就是看到Alexi有背离的时候咯 就要小心 可能要take profit先 要止盈先 OK 这个就是 会不会止盈也是一个问题 OK 你看到target 几时要止盈 OK 几时要收钱 OK Alexi一直做更高 更高的高 价钱一直上更高的高 Alexi更高的高 Alexi继续守 Alexi越来越低 价钱越深越高 Alexi越跑越低 你就要小心了 OK 那个是背离 背离 通常他会调整 OK 或者他会回头啊 不是调整 可能会不会背离又会回头 又登 OK 所以这个要小心了 so sign index Sign index咯 OK 他突破了 没有去到TA 5.05 take回下来 所以这个还有机会 如果他take回下来 4.3再反弹 可能还可以在嘴 因为这个 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OK 这边 4.3 OK 如果他用4.3反弹 可能还有机会 可能去更高 这个要等 等他调整完整 好 看 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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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能 有 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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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油股 因为它有一个黑硬 它不能突破气色 它不能突破气色 可能它会跌回下来 所以它跌回下来 这个油应该是可能会 已经跟它跌回下来 你看重步上去的 你看Diam也是重步上去 Diam不要玩啊 Diam油价这样高 它还是亏钱 所以Diam不要玩 OK Diam亏钱不要玩 很远也是 一直在跌 OK 那天突破了 这边又跌回下去 这个继续再跌 3.95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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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损了 OK 要 要逃了 OK 如果它继续再跌 暂时逃了 Hibiscus 也是冲上去 从冲到底 反弹 突破 冲上去 然后跌回下来 为什么 那个油没有 油价没有 没有力啊 OK 所以它也是没有力 要等啊 等那个油价 看它能不能突破先 Baton 也是 Baton 一直跌啦 Baton 不要玩啊 Baton 是没有力的 这样多油股 它是最没有力的 Sapura 也是要冲一点点 又跌回下来 OK 冲不进通道里面 要等它冲进通道里面 才玩 0.135 所以现在没有 进不了通道 因为那个油价不能啊 油价不能撑它 等 那个油价 哦 所以我们有看大局 我们就懂哦 什么可以玩 什么不可以玩 好像昨天我们看 Aluminium 我们看铁铛铁哦 OK 所以你要知道 你又看昨天的视频 OK KASIC KASIC是高风险啊 KASIC不是赚钱啊 为什么我们要进 因为 因为啊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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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loss 15% 他如果他真的能在这边反弹 冲上去呢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啊 啊 利润啊 OK 有50 到70% 这个是 bop要bop 那天我讲他bop要bop了 所以这个不要玩大玩一点点 你可以bop要bop 你bop到这个就可能真的有50到70%哦 OK 如果他跌下来止损的逃 OK 0.0.0.15 115啦 现在我调稿了一点点啊 0.115左右啦 你要小心了啊 OK 你要小心了 如果是跌破这个0.0.105 这个一定要逃了啊 0.105一定要逃 OK 这个就是bop要bop了啊 暂时还ok啦 把它就跌了一点点 还ok啦 它还是有有有上了 还是有调整一点点 还是ok啦 不算 不算很差 这个是bop要bop啊 eforce eforce 进回去这个通道 看来这个是假突破 进回去通道 继续守啦 看来可以去 0.7应该有机会啦 excelforce是赚钱的公司啦 所以应该有机会慢慢上 应该有机会 OK 暂时守就先 GrayTek GrayTek这边哦 这边没有突破 假突破 所以不要近哦 这边我们已经 已经收钱了 现在跌下来这边 那天有突破 我讲到突破了第二天 不能守在这个 突破外面 它跌回下来 现在不要玩先 现在这个突破还要调整 看来还要调整 还有一段还要调整 OK 这个不要玩先 它不能守 OK 它的突破不能守在 不能守在这个 通道外面 就不要玩 我那刚才没有讲到K&M哦 讲油没有讲到K&M 快快的看一看K&M K&M现在很危险了哦 OK 现在很危险 很大蜡烛 一只大蜡烛来很危险 赚赚很多 亏亏很多哦 OK 所以K&M是怎样 怎样玩呢 这样子啦 你在这边赚了钱对吗 我们在这边啊 在这边玩嘛 对吗 在这边玩 OK 上到了这边有40% OK 赚了的钱 放进来这边 迫迫迫 可能它还能飞 OK 本你叫我 如果现在你要塞浪机器 很危险啊 这个是很高风险的 OK 所以专家洗了盘 还要不要炒 我们不知道 OK 专家可能 冲多两天 OK 专家真的要丢股的时候 它一丢它会跌回下来 OK 因为这个已经 已经过了这边 已经过了它的这个 啊 高峰啦 OK but这个变了 变了support啦 它上来这边 它变了support 它有支撑 它有推它上去 but 我所讲的 现在是很危险了 OK 你要玩可以玩 but不要 不要塞浪器很危险 OK 很危险 因为这样大的蜡烛 证明很多人会放 很多人会买 很多人会放 一放可能会 一丢可能会丢很多 OK 所以这个要追 只损在0.26 OK 赚了钱放在这边追 不用减 Inari Inari 跟 跟大局 OK Inari 现在正在 横盘调整 跟大局 OK 跟那个指数 啊 跟板块看 OK AIRSOFT AIRSOFT 在通道上面不要玩 等它跌回通道底 OK 这个有通道等它跌回下来 好 好 好 这个呢 啊 它中间有了 这个呢 0.795 所以你买了呢 你就看 0.795 它守在 0.795 上面还可以 如果它守不住 可能你要 你要斩了先哦 可能等它跌在通道底再买 暂时守住先 OK 0.795 TA是1.25哦 可能你看1.005 或者1.005 1.25 左右 可能可以take profit先 这个可能太高了 UNISAM UNISAM 它要关场一个星期哦 因为有 有COVID 好 把它 这个也是跟大局啦 跟大局了 看它能不能在这边反弹 哦 0.8.3 它跌破8.3有危险 它没有跌破8.3 可能它会反弹7.9.2 我这个跟大局了 哦 跟那个板块 看它板块能不能 板块不能 这个也是可能不能 它94 跟板块很相似哦 一根泡 一根泡突破了啊 它会下来调整再上 你看它 上来现在它在调整 看它能不能再冲 能不能 如果它能再冲 可能可以进一点 如果它没有再冲 突破这个高峰 啊 0.455哦 或者它这边有啊 青色蜡烛冲就上去 可以进 可以老一点 如果它没有没有再冲了 这个就不要玩了 看来没有什么力啊 K&M奖了 Echover OK Echover到目标了 0.755了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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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要 收钱也可以 在这边 上来这边 OK 89%啊 它在这个顶了 这个要小心 OK 如果它能撑 再冲 再冲 再冲上去 可能可以再再玩 如果你要玩 可能你可以 这边可以take profit先 OK 它再冲 OK 拿那个 profit 拿那个 赢了的钱 可以再投资一点 给它追 OK 这个是 public bank有 0.98哦 所以有机会啦 public bank给降高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追 或者 你还没有卖 暂时守住先 如果它跌回下来 可能你卖了先 如果它 继续再充 你继续再 再买 继续再守了 或者你拿了钱先 OK 放一部分去 再去慢慢投资 r1 take r1 take 我们是讲 5204哦 我们是讲0.84 ok 现在它在0.84 没有突破 它突破0.84 守在0.84上面 才是有动力 ok 就去1.23 或者1.53 买通到底 卖通到底 这个是通道来的 通道 可能你们看不到 画清楚一点 ok 这个在通到底 ok 卖通到底 但是还没有动力 所以我们要看 随便就买 我们看机会在哪里 YTL YTL就还没有突破 ok 还没有突破 0.685 就不暂时 ok 等 Euclase Euclase就没有什么力了啊 等了啊 Euclase没有什么东京 没有什么 BESL 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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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通到顶了 等它跌回下来先啊 跌回下来 1块钱左右才完 现在太高了 Sedania Sedania 是没有东西啦 等它 2% 突破0.8505 可能才有动力 要上 等它2% IOI BG 突破了啊 突破了这个啊 1.26 继续守了啊 OK 524 524 OK 继续守 止损在啊 1.18 OK 1.18 跌破1.18 要小心 这些有一点 有机会啦 这些啊 construction 跟这些啊 啊 建筑 跟这些房产 有机会啦 因为 因为现在那个market 慢慢的开放了 Sedania 这个继续守啊 到了target了啦 到了目标啦 Bubblebank的1.25 OK 这个呢 暂时呢 啊 守一下先 OK 看它跌下来 如果它跌下来 可能卖了先 可能这个我觉得 有机会去通到顶啦 1.37 OK 把Bubblebank的价钱到了 啊 我们在这边开始玩 有 18 Bubblebank的价钱版 这个呢 我觉得它还有机会啦 OK 还有机会啦 啊 暂时守住先 啊 如果跌下来 可能卖了先 或者你要卖18 也可以啦 18 好过没有啦 也OK啦 不 如果你要bub bub一bub呢 我看 应该还有机会去1.3 应该啦 因为通道 我们看我们的通道模式 hs plant hs plant hs plant 走走回进去这个 这个这边了啊 走回进去这个 通道里面了 ok 这个继续守了啊 ok继续守啊 2.29 啊 uob给2.29 uob给2.45 所以继续守了啊 看来这个 现在这个中油啊 4600 蛮高 应该对它来讲 应该很好了 p matter pa so matter 其实啊 你看昨天我们看aluminum 啊 aluminum看大局了 aluminum价钱还是很高的 还是继续在那边充 哦 你看pa p matter继续在充 okp matter继续在充 uob 啊 8.69 啊 uob的目标 ok 6.5 啊 so它继续在充 啊 继续守了啊 看看6.5 看它能到没有 这个啊 这边 有时要要低一点点哦 因为bank给的 给的目标是蛮高的哦 ok 这个继续守 把pa跌下来 因为它的老板丢股哦 说老板丢股 所以老板丢股 跌下来一轮了 现在market也怕怕了一下子 还没有充 如果你 如果你 你买了还没有丢的咧 就看 3.9 0.39 跌破0.39 就要丢了 如果你还没有丢继续守 可能还有机会再上 因为aluminum 现在你看pa p metal这样子充 pa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充了把它 因为它有 那个消息 不好消息啊 有丢股啊 所以 有一点不好啦 sign prope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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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了啊 继续守啊 5288 ok 继续守 puppet bank是0.79 我的是0.75 ok继续看啊 0.75 ok看我的目标才0.75 bank有时高一点 so啊 啊 假突破啊 那它tap破了又走回上去 ok so啊假突破这条支撑线 这条啊 啊 趋势线 所以看来继续守了 有机会这个啊 WCT WCT买通到底卖通到底啊 慢慢上啦 继续守啦 MIDF0.66 我的目标是0.66 继续守 kejaya 星期五讲了 ok看 kejaya看星期五 视频啊星期五讲了 ok lagenda lagenda突破了 继续守了啊 调整一点点 ok 啊 这边 啊 啊 sr有一点背离 so可能它会调整一阵子跌了下来 再上去 啊 1.38 ok 啊 止损 Bintai Bintai 他他不是拿到第一手啊 第一手疫苗 他拿到第三手疫苗 so看来不是很好啦 啊 对他的这个 market要炒他 不是很好啦 啊 现在也是有一点 有一点啊 有一点充了啊 跌下来 他调整了一轮 他上了一轮 调整一轮 现在好像要充吧 最好呢 等他突破了0.585 支撑在0.585上面 才才才进啊 可能还要 可能还要追啦 对我来讲 我不是很乐观啦 因为 他是第三手啊 ok 他的疫苗 ok 经过Do Pharma 经过NGK才造他 ok 就这个不是很好啦 如果他是第一手 从中国拿回来 出来来这边批就好 啊 他不是批发 现在他是 他是什么啊 他是促销 是是 retail罢了 跟他们跟 跟多方马 各过来 各货过来 卖罢了 不是进口 如果他是进口 他就大哥 他不是大哥 ok 所以这个呢 可能还会上一点啊 这个是我不要追 如果你要 如果要看有没有机会追 可能他一再冲破 0.585有机会 ok 直属在0.49 很难讲的 冰袋炒起来 什么都可以 RL勒 RL RL他突破了 现在有一点慢了 RL不是很 很乐观了 因为很多新闻出来 他的股部会充的 我现在他还 撑在0.50还ok 他有突破一点点 继续守了 继续守 0.48止损 这个我不是很乐观了 RL KGB讲了 加加大 Azeta继续守了 他突破了这边 ok 继续守 Kananga给4.45 RSP也4.7 我也是放4.4 所以这个继续守了 继续在通道底反弹 ok LBS LBS也是在通道底反弹 ok继续守 LBS 他很慢了 也是在通道底反弹 所以慢慢守 慢慢了 OK Public Bank给0.69 这样搞 看0.52跟0.58 0.69 有点很远 MGB MGB 買通道底卖通道顶 现在这个 他有一个通道 通道底卖通道底卖通道 现在通道底 如果他反弹突破0.87 又买通道底卖通道底 他有一个长 长期的这个 这个啊 ok U行 U行反弹 看他慢慢他会上去 U行反弹 把这个要等了 如果你要玩长久的 长远的话 这个U行反弹可能会发生 ok 把这个 把这个可能你要等很久了 好 半根 半根继续手啦 半根也是 ok 冲上来了 继续手 0.3.8 4.3 才冲到底反弹啦 ok OK 奔扎 奔扎也是突破了0.415 慢慢的上去去手 PUC PUC 买 买便宜啦 买通道底 卖通道顶啦 1.5 1.7 喔 然后卖上面通道顶 这个 这个比较啊 比较波动 K1 K1有政府的Grant 但没有什么动的啦 它咯 因为它的 它爆它的那个 它损失了那个美国顾客 so 啊 慢慢跌啊 如果它突破了0.305 可能还有机会啦 MicroLink MicroLink 在横盘啊 没有东西看 ok 它突破了 MicroLink 在横盘 它又突破了0.675 才有可能才有机会 JCOP JCOP 就是有位SANDA 那天我们讲JCOP JCOP 它这个一根下跌蜡烛 因为有很多人卖啊 JCOP 有一根很大的下跌蜡烛 很多人卖 因为很多人被套在这边 这个 这个要追 这个比较难啊 比较小心啊 OK 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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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守在1.72上面 很多天的话呢 可能这些人卖完了 ok 还有机会上 上去1.86 我把这个 蛮高的啊 这个不是很好追啦 OK 因为它已经差不多到最高峰了 这8 这8呢 它慢慢一层一层的上 ok 啊 继续守啦 0.755 要小心 因为这个是最高峰 双顶 ok 所以它 去到0.755 所以就要 可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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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盈了啊 要 take profit 了 0.67 啊 跌破0.67 你要小心了 0.67 跌破0.635 可能要掏了 ok UWC UWC 没有什么 横盘 这个看大局 ok 看那个指数 看那个板块 板块能我们就继续守 板块不能我们就不要玩了 啊 手套股 看一看啊 手套股发生什么事啊 ok Top Group那天讲了哦 跌破支撑 然后 market想推它上去 很多人要推 很多人想进去推它上去 然后又给集团推下来 看来这个还要跌 所以很危险 不要玩 啊 除非它能撑上一上面 你看这个也是 supermax也是 ok 有有一个尾巴在上面看到吗 有啊 很多人要去买要推它上去 不过它还是守在这个 主力下面看来 然后它还要跌 全部都是还要跌 Rubblex也是 ok 跌破了主力 有一点推上去 看来还是要跌 跌破了主力就很难了啦 它一跌破了那个 啊 啊 这边啊 这个主力啊 跌破了就很难了 我全部有画红色 啊 这个也是跌破了这个 这个支撑 sorry啊 支撑不是主力啊 刚才也是讲支撑 它跌破了支撑 现在这个支撑变了主力 你看啊 那尾巴上来 就给它推下去 所以看来 不是很好了啊 不是讲没有机会 可能下个星期它又登 还有机会的啊 这个不是进场的机会啊 进场的机会 它要突破了主力 ok 主力变了支撑 我们才进场 对嘛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HOT也是啊 你看主力在这边 ok 也是不好看 HATA也是跌破了支撑 ok 跌破了支撑 跌破了支撑 看来还要还要下 ES ok ES也有一点反弹 也是跌破了支撑 convert也是跌破了支撑 ok Kplus也是跌破了支撑 慢慢的继续下 ok 啊 蛮大 蛮大 蛮大跌破了 还没有跌破支撑 有很多很大的一个下跌 蜡球推它下去 也是不是很好啦 PATGAS PATGAS是长期啦 PATGAS那天有一点小突破 PATONUS GAS 啊 长期 16.5 可以撈一点点 突破17 可以撈一点点 继续守啦 这个长期 IHS IHS呢 他飞太高了 追不到 OK IHS这边追不到 哦 现在他在 你看啊 现在他要再冲很难冲 因为这个最高峰是6.79 如果还要 如果要玩的话呢 他跌回下来5.9 再反弹 可能可以 或者他突破了6.79 守在上面再反弹 OK 还可以玩 现在在这边不要玩了 很危险啊 因为压力 主力 在这边啊 现在他给他压下来 不要追 IHS IHS 那天啊 出了很多不乐观的新闻 所以现在他没有什么动 OK 啊 XLB给0.9 MIDF MIDF 给0.77 看来他不是很好了 所以 可能他的上升趋势 就没有这样强了 都是更定那些比较好一点 买更定那些比较安全 他会搞很多新闻出来 可能还会冲啊 不是太急 搞很多新闻 啊 他会很 他是个很厉害的 Promoter啊 很会Promote啊 推 啊 啊 怎么讲 怎么讲 你会推动啊 推动他的那个公司 他的股票啊 OK 啊 YTL Corp 这也是没有突破啦 突破0.685先 突破 突破主力先啊 没有突破主力很难啊 OK 还有几个朋友问 啊几个股啊 QL E&O QL呢 就 不是很好啦 下跌趋势啦 最好就不要玩了 他已经跌破了 他在这边横盘一下 然后他有一个下跌的 下跌的通道了 有机会 机会来呢 他要突破5.8 如果他没有突破5.8 这个 这个是一直是下跌趋势啊 一直是一个下跌趋势 不要玩了 我没有看到要进场的原因啊 E&O E&O那天他到底啊 他的那个新老板呢 他就跟他prospect的老板 收购了这个E&O OK 所以他有他有一个新闻出来啊 他年尾会launch一个很 一个啊 project 靠近皇宫那边啊 一个unit是6个million ok 很高贵的那个房产啊 啊 所以好像新闻好像出了 好像要炒他哦 but 这个E&O还是炒股了 他不像Gajaya Gajaya是那个 基本面股了 这个也是开始炒 有点是炒股了 现在又好像要炒了 是可以试下追 可以啦 你赚过了 你赚了了 E&O上次在这边 我讲在这边啊 你追了赚了了 ok 可以近一点 可以是啊 6.95 或者0.77 77 哦 这个有点微信哦 因为他好像是第三波了啊 这边啊 一波 两波 三波 所以这一波可能不会这样高 跌回下来 这个要小心啊 要追这个啊 这个不要塞浪去追啊 这个是可能你赚了钱 拿那个钱去拨一下啦 啊 CITOS CITOS CITOS呢 那天我讲是怎么样呢 CITOS CITOS我讲是这样子 对嘛 1.64 他的手在1.64上面呢 证明他 以这边这班人被套了的卖完了 有机会再重 so 可能呢 放1.75 他已经中破了 可能呢 还能不能上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新公司 我不进这个 不进这些 IPO 因为除非那个公司我懂 那个公司我懂 他还能发展 他还能狂充 他还有很多机会 我继续会追 ok 因为我懂他 我不懂 现在这个没有人知道 他能上多高 他还能不能上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的公司里面 ok so 暂时没有人懂 CITOS也是给1.75 还不能上 神不能上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追 ok我可以讲 止损在哪里 ok 如果要追 止损就在 1.72 跌破1.72 现在追 1.72 就要逃了 如果以前追了的 就看1.64 跌破1.64 就要逃了 ok 守住的话 这个可能会起起高 我们不知道 可能他会追到去 可能他会去到 好像那个 SDIY 这样上了 又上上了 没有停 可能会 ok 我不是讲你不要追 反正你要追 会会 cut loss ok 第一个cut loss 就是 第一个止损去1.72 第二个止损去1.64 ok 他机会有了 因为他突破了 这个以前要卖的人 已经卖完了 Bplus Bplus 看不到 Bplus 他的量不够 所以看不到 不好意思 这个 Logistics Syscorp Syscorp 我不是很熟 第一次讲 Syscorp Syscorp 0.36 他能突破 手在0.36上面 有机会 OK 止损在0.315 或者高一点 0.315 好像太多了 0.315 ok 看0.315 ok 如果他能突破 就继续在手 Mobilia Mobilia 看这边 Mobilia 也是新公司 没有历史好看 没有历史好看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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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好 就买便宜 不要买贵 ok 每次跌到3块 3毛7 4毛 他的底这边 可以老 ok 上到上面有机好 他management级 我们不知道 他的账有机好 才2个季度罢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有机好 好不好 就这个关注眼睛 就波要波 波也要买到便宜 ok 买到贵 有危险 可能他不能上了 因为你看啊 他一冲上来啊 他就给他卖下来 卖到很够力了 他一上市的时候 证明 market不是对他 不是很好的competence ok so今天讲究到先 谢谢大家 记得要跟我subscribe 点赞点阅 分享哦 明天再见 7点到8点 我再会upload视频 再会上载 记得要按那个 ok 要换那个订单 改记黑色 才会收到我的 我的这个信号 ok 或者那个通知啊 不是你没有收到 ok 可能会miss掉 ok 谢谢大家啊 明天见 拜拜 拜拜